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编蓝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这一集我将重点讨论一下这个中美全球争霸 而且是这个目前我们所遇到这个局面 这个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谁 我觉得这一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能让我们在这个中美新冷战的这个背景之下 尤其是上升到中美全球争霸的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需要去把这些事情给它分析出来 有这位网友以前我说过 中美全球争霸 有这位网友他说 老编你不要这样说 我们是不争霸不称霸的 我说错 你这样看法其实是不对的 相信大家既然喜欢看政治 也看过这个雍正王朝 电视剧也看过 小说二月和的也看过 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这个电视剧 是巅峰之作 那么当中这个乌四道 大家都知道帮助雍正他妈当上皇帝 我不管他是历史是怎么样 但历史上不是他 但是说这个小说里面 和这个电视剧里面 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真也是真 不真也是真 这个动作到底就是这样的 因为今天你中国的利益在全球 对不对 很多这个原材料 包括中国的产品 在中国加工 加工完之后中国产品再出去 在全球化这个背景之下 再加上我们目前要保证 14亿人的这个福祉 我们必然在全球有很多的利益 但这个时候你的利益 受到了美国的挑战 和美国的这个阻挠 你其实被动的陷入了 和他的这个争霸当中去 而且我们现在也看到 我们跟美国没有任何的 这个高层军方的这个沟通机制 所以说也证明了我们 证明了北京 证明了习主席 在这个去年的抗美援朝 这个大会上面 这个这套讲话 现在是在贯彻落实 有网友说 目前中国对美的 这个总的这个战略师 是王沪宁 我个人认为 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王沪宁 这个指导了这个中国 如何从美国去竞争 那么习主席同时 习主席对这个中美关系 其实对拜登 以前这个跟他讲过一些话 我相信习主席对 如何和美国竞争 也有自己的一套 我个人认为 目前对美的这个战略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我个人认为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 如果说你说要到一种结束 有个时间结底 可能是2049年结束 就是2050年左右结束 因为这种结点就是说 没有就是没有结点 就是看谁先垮掉 从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是不会垮掉 美国会垮掉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我们先来看看 中国现在面对的这个局势 最近我看到一些消息 这个杨洁篪 杨洁篪他要到这个俄罗斯去 这个出席中国 好像第21轮还是27轮 这个中俄安全战略对话 从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北京和俄国的这个关系 越阻越近 大家都面对的是 美国的这个全方位的 这个围堵和打压 那么从整个来看的话 现在中俄慢慢慢慢的 这个政治军事同盟在形成 但是呢 这当中呢 也有一部分这个 俄国也有一部分小动作 这个在尤其是拉拢印度 现在在缅甸跟缅甸军方的一些关系 这确实包括在越南 在中南半岛这边也在发力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那么一厢情愿 但是呢 从目前来讲 中俄的这个政治军事同盟 是非常有利于和美国的 这个应对美国的 前不久啊 这个CGTN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CGTN不是删除了这个一篇文章 就是关于这个以色列的嘛 那当时是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直接是就是以反游的名义呢 去这个提出抗议 那么这个文章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已经充分表达了中国对这个巴以的这个态度 也就是中国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 支持这个巴勒斯坦的 从现实角度来看 他们的能源 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阿拉伯 就是为我们 对我们来讲是利益最大化的 你支持以色列 你能有啥呢 对不对 那么这篇文章 它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个以色列 是美国的老板 以色列在这个欧洲啊 在美国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 其实他这个文章已经说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中国的高战略高层 已经看到了说 以色列啊 其实就是中国的主要对手 也是他操控和这个啊 这个寄生在美国这个一个续合之下 操纵美国这个部傀儡机器 来从中国来竞争啊 那么在欧洲呢 也是的 我说过欧洲议会取消跟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啊 中欧投资协议的这个协定啊 实际上就是啊 一半的这个犹太的议员 他们在搞这个事情 你自己去搜啊 他们这个欧洲议会就一半的议员 全是犹太的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以色列是深刻的在影响 美国欧洲同中国的这个战略 作为他对他对他这个和中国中国的这个博弈的啊 一种啊 报复吧 因为中国和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关系的恶化是2016年开始 那时候就是中国跟伊朗这个就是二二十五年全面协议的这个 呃 草稿是从那一年开始论这个定的啊 呃 什叶派之乎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重要的一条这个线路 也是通到地中海的一条重要通道啊 但是以色列啊 他看到了中国支持伊朗啊 支持什叶派国家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威胁 对他民族的威胁 呃 向来想事情最坏的那一面的这个一些犹太人呢 他肯定是啊 很不爽的啊 那么所以说他作为这个他 永远都是考虑事情最坏那一面的 就支持啊 印度同中国这个搞中英边边境啊 支持印度 呃卖武器啊 卖技术给他啊 那么最主要的是呢 我们看到了像以色列啊 像这些犹太人呢 在中国对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渗透 我记得我上这个初中的时候啊 还是上上初中的时候 我非常多的同学会买那个 以色列的那个叫什么 塔木德看 说犹太人的智慧 塔木德的故事 怎么怎么样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 以色列在对中国进行这个经济和文化的渗透啊 那么最近也是指出来这一点啊 因为中国这个政府 如果说这个以色列或者阿拉伯 这些犹太人 他们想要左右中国政府 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政府不是美国的那种政府啊 是可以左右的 是可以通过钱收买 或者是强大的利益交换的 但中国是不会的啊 那么他们就怎么 转而对中国老百姓进行渗透啊 那么作为这个经济文化渗透的重要的一环 不仅仅是在出版物上啊 对这个以故事的形式来渗透中国大陆的这个青少年 尤其是和一些这个书商合作啊 卖这些书啊 还有一点就是找这个火锅大王和郭杰瑞 这样的这样的博主啊 你认为他是美国人 其实他不是美国 他就是犹太人啊 找他们来做这个说中国好话的这个节目啊 我说过犹太人 他们永远他们以利不倒 就是被驱赶这么这么几千年 还能活下来 还能最终复国的秘诀 就是他们都是两方下注的啊 就像他妈的 我还要说到这个这个雍正皇帝 这个这部小说啊 就是里面的这个通过为和这个龙克多 一样的啊 他都是两边下注的啊 不会不会在一边下注 他是两边下注 所以说不管谁倒台 有一方就是这个派系 他总归会上来的 最像我们在美国也可以看到 川普的女婿啊 这个这个叫做这个 枯什呢 对吧 他们是走这条线路的 还有这个布林肯他们这些 直接亲自下场的 走这个民主党线路的啊 所以说呃 包括现在这个整个欧洲啊 包括什么立陶宛 我说实话 立陶宛的议会 也是被犹太人控制的 东欧啊 被犹太渗透的很严重啊 东欧人本来就是野蛮的 本来就是他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大的智慧的啊 除这个俄罗斯之外吧 其他的东欧的国家都是属于那种 垃圾啊 也是 所以我也是听一个英国的一个 一个老妈子 以前跟我讲的 他说你别和那个 罗马尼亚那些小子废话 他说那小子是我们白人当中的建筑 他说罗马尼亚东欧人 是我们白人主人当中的建筑啊 你看他 他都说这个话了 对吧 所以说你像立陶宛啊 跳亮球的跳出来 环球时报也发文这个打了他 对吧 就是说一个他要干嘛引起中国重视 什么退出17加1啊 退出这个呃 说什么要欧盟27加1和中国对抗啊 这种话显然是啊 这个不符合这个欧洲自己的利益的啊 那么他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跳出来 还在台湾设办公室呢 啊 这也是这个以色列在背后操刀啊 也是犹太人 犹太资本在背后操刀啊 那么 呃 其实犹太呢 仔细跟各位讲讲 他分为四大派系啊 正正28年就分为两派 一个是复国主义派啊 一个一个就是世界主义 但是总的来讲 他们到最后都是穿一条裤子的啊 所以说呃 这是啊 内塔尼亚胡啊 和他整个犹太 犹太势力的这个对中国的这种围堵啊 实际上 美国跟中国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背后这些犹太家族对中国的 跟中国的这个事情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现在就是局势更加复杂了 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加入进来了啊 所以说呃 我们只有说啊 对这个以色列或者是怎么样的啊 这个采取这个强硬的这个态势啊 而且把一带一路到地中海这条线路给他打通啊 同样的啊 我们这个西部战区兵力直接可以投投送到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东宫26摄成 砍盖他在他这个地方啊 那么呃会让他老实一点 而且我说过 凯勒奇计划是他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计划 这一点大家不要认为是什么阴谋论啊 你去搜 我就跟你讲 维基百科你 你找不到凯勒奇这个词条的 这他妈就是说明问题了 为什么会找不到这个词条 这个话是一个禁忌话题 大家明白吧 欧洲已经被他们凯勒奇化 你可以看到没有 凯勒奇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你欧洲内部 你欧洲本地人是做不了主的 你看德国法国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吗 晚了 你们已经被凯勒奇化了 德国总理摩克尔欲哭无泪啊 这份中欧的协定 实际上是德国啊 主导欧洲跟中国来谈 其实这个里面占四六开 甚至是三七开 我们三他们占七 德国摩克尔他更加的需要这份协议 明白吧 所以穆勒克尔看到欧洲这个议会在暂停这份协议 他很生气 他说我愿意为每一个字做担保 都他妈说出这样的话了 这个听得太明显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很明显的了 包括法国的这个总参谋长 法国的总参谋长已经出来讲话了 说法国没有必要站在中美的这个冲突之下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由他来讲话 而且他这个话分量那么重 他这个话显然是没有经过马克龙同意的 马克龙这种政府 包括萨克其政府 包括这个奥朗德政府 都是犹太人的傀儡 萨克其本人他自己就是犹太人 各位 所以说你欧洲这个议会 包括深根协定的实施 取消边界国境的这个设定 让这些难民更加很快的能迅速进入到当地 迅速和你们当地的女生来进行这个大聋合 然后这些由这些共产主义者 这些脱派这些共产主义者 华生教授老师 前附近跟美国一样的前附近学校 前附近大学中学 给你灌输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的这一套思维 政治正确这套思维 让这些学生给这些学生洗脑 目的就是为了保险他们犹太人自己 各位 你要明白这一点 所以说为什么欧洲议会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 美国为什么会有今天跟中国这样子搞 原因在于而且犹太人绝对是恨憎恨是俄国人的 对俄国的报复 为什么这个不遗余力的 原因就在于此 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实际上这个世界到头来就是中华民族和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竞争 犹太人竞争 包括对中国的这个凯勒奇计划也已经是在实施当中 但是这个我国政府是已经早就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所以都在防范 包括有些三非未体都在处理 包括对这个什么彩虹运动 这种打击镇压 这都是在进行当中的 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各位 凯勒奇计划实行到最后 就中国大陆人就变成台湾了 大家明白吧 这就是我们的反面教材 反面教材 他们在说看看没有台湾的民主跟中国大陆专制比 现在我们给你看看台湾就是把你的这个华夏的文化 这个伦理道德观给你打掉以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就是他那种社会 傻逼社会 人就是没有精神的 人是没有灵魂的 这就是凯勒奇计划的可怕之处 大家要明白吧 所以说当今这个对垒 北京CGTN已经很明确的在警告这个 在警告以色列 在警告犹太了 已经在警告他们了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很多人 他不会记住在以色列 会被异国端 他就在流散到全世界 这样就避免的被异国端 避免的民族的延续 所以说这个里面各位啊 确实任重而道远 任重而道远 美国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一个傀儡机器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 好吧 那现在对中美的这个竞争 大家已经看出 看出来没有 是这么一个回事 好吧 感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收拾 谢谢